大家好 欢迎收看爱上电子 这是一个仪表 我们看 内部构造还是很复杂的 现在呢是通电无显示 那么我们把它打开呢 发现它的供电电源是VIPER50A 那么这是它的开关密压器 这个位置有个小特级二级管 然后这边是VIPER50A 然后这是它的反馈电阻 这边是它的反馈电源 通过这个引脚过来 通过这个二级管正流 通过电阻线流以后 给这个芯片来供电 这个电阻和电容 是决定这个芯片的震荡频率的 这个电阻和电容是滤波的 主要是补偿端滤波的 这个位置的电容是滤波电容 那么我们把它打开 看看里边的圆件 这个板还是很好拆的 两边都是卡扣 一把就下来了 至于这些大芯片 现在不研究还不知道它是干什么用的 但是现在主要是没有供电 我们看它的输入部分 这个是压米电阻 270伏的 通过这个热米电阻 是抗充机的 然后通过这个插膜抗干扰的电感 这也是插膜抗干扰电感 这是插膜抗干扰的电容 这还有供膜抗干扰的电容 这是整流桥 这是300伏滤波电容 这个位置是DRC电路 这个芯片就是VIPER50A 这个是它的开挂密压器 这一段这个是7805 这个是输出滤波电容 好我们看看它的电路图 它有两种模式 一种是这种靠电源引脚来进行吻压的 一种是这种模式 靠后边反馈电路 靠431关偶控制五角进行吻压的 首先我们看上边这个220伏 通过插膜抗干扰电容 供膜抗干扰电感 整流桥进来以后 输出310伏左右的电压 加到了芯片的三角 芯片的启动电压是通过三角内部 吻压源 吻压出9.5伏左右的电压 加到内部小电路的 当芯片正常工作以后 功率管工作在开关状态 由于功率管工作在开关状态 所以在初级就会产生交变的电流 从而产生交变的磁场 感应给后级和反馈绕组 反馈绕组通过电阻线流 二级管整流 电容滤波以后 给二角提供一个电压 当二角电压超过13伏时 内部功率管截止 当二角外部供电电容放电 低于13伏时 内部比较气翻转 功率管再次导通 如此往复循环 就进行了一个吻压 一角外接电阻电容 控制了芯片的震荡频率 它的最高工作频率 可以达到200千赫 根据电阻和电容来设置 五角是补偿端 外接滤波电容 四角是接地端 下面这个图的工作原理 与上面这个图是一样的 只不过它增加了反馈回路 进行稳压 当后边的输出电压升高时 通过这儿 然后加到431的控制级 431的导通量就会增加 光耳的发光量就会增强 使光耳后边的内阻减小 从而使五角的电压降低 从而使芯片输出战控比变窄 功率管导通时间短 截止时间长 从而使后继电压下降 如果后继电压降低的时候 它是一个反过程 二角呢 在这里边能起到一个过压保护的作用 当我们这个反馈回路损坏的时候 那么我们这个二角超过13伏 它就会使功率管截止 从而使这个电路更加安全 好 今天咱们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再见